请欣赏林俊杰表演破音 来一句吧 大家好 这里是潘班 就算再晚的歌手 谁能保证没在车祸的边缘 试探过呢 比如周深 咱平时看他翻唱 是这个水准的 都没有想到 深深唱《想见你的》的时候 开口却因为不熟悉歌 再跑掉 找不到拍中反复横跳 直接和原唱对不起 但好在副歌部分 咱手立刻挽作了一波 想见你只想见你 未来过去 我只想见你 穿越了千个万个 时间线里 人海里相依 就让悲伤 却不接受才不合 从谁开始活着 心 再一次 不要再次 不要再次活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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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躲不过破音 而在16年李嘉维的演唱会上 林俊杰作为嘉宾 更是舍命唱高音 调气高了 也应用假声鼎 你别说林俊杰这表情和歌名 还挺配搭 我看确实挺煎熬的 选择 爱很爱 想咱会有多哀 想不可以 爱 不得怀 我向你奔赴安来 你就是新車的海 不好意思 你也会 你也会破音啊 我想是一个 你可有可恶的因子 懒懒的看着你说谎的样子 陈奕迅翻车比较知名的 比如话筒It's Free 但我考古到处发现了一个翻车现场 早年陈奕迅和叶倩文合唱《兰花巧时》 本想接着叶倩文的调唱 没想到那么高 李博言就差一点点 话说回来 实力歌手有小翻车也能理解 毕竟嗓子的状态不好 或者是不熟悉歌曲都是长事儿 好了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